15号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14号载人航天飞行程组三位航天员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以视频方式向参加共会航天梦绘画作品征集及太空之梦互动活动的中外青少年发来祝福 我们在太空看到了大家的绘画作品 充满想象力也非常有趣 太空是人类共同的家园 我们相信对太空生活充满想象力的你们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欢迎大家来中国空间站做客 由总台亚非中心和中国科技馆联合举办的全球青少年共会航天梦绘画征集 即太空之问互动活动自今年6月启动以来 征集到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青少年的600余幅绘画作品和上千条有关航天的问题 这些画作和提问以航天梦为主题 展现了中外青少年对太空生活 星际漫游 外星文明 和平利用太空建设理想家园的丰富想象 来自蒙古国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孟加拉国 阿富汗 土耳其 肯尼亚等八个国家的30位青少年 分别获得了由组委会颁发的 用中国空间站各舱段的名称命名的 问天奖 天河奖和天公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